我現在要示範如何使用音效剪輯影片的時候 調整影片的播放速度 那我現在開啟這個APP 開啟後我選擇影片 新鍵影片 那我這時候呢可以挑選一支影片 好這邊呢有拍攝 好選這個影片的分類 那這時候呢我就挑一支 好挑這個三秒鐘的影片好了 那你會看到呢現在這支影片是橫式的 那剛好呢我的畫布也是16比9 好那這樣很棒 那現在呢這個影片只有三秒 我們預覽一下 好那這個是正常速度是不放的樣子 那我現在呢把這一支影片 複製一份 好我再複製一份 這邊呢可以選擇 重製 重製 重複的選項 好那它就會在後方再複製一份 你會看到有兩支一模一樣的影片 那這一支影片呢我打算調整它的播放速度 那我要把它速度呢調慢 好那我把它調到0.5好了 好調慢之後呢它的持續時間就會變長 你可以看到調慢之後呢它就從3秒變成6秒多 然後我們再來播放 其實我們可以很明顯感受到這支影片的後半段呢 它的播放速度慢了許多 接下來我再複製一份它 好那這時候呢我們可以針對這支影片呢 再調整一下它的播放速度 把它調快 我們調到2好了 好那你會看到它只剩下1.6秒 我們來播一下 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我們重播播了正常速度 就是快速 就是慢速 好那這三個呢都是 讓整支影片從頭到尾 都是一個變快 或是變慢的方式來播放 好那這個屬於就是 比較簡單的調整 好當然呢我們還可以做一種方式的調整 我複製一份這個 然後呢我針對它調整速度 我這時候呢不用標準模式 我用曲線模式 好這個曲線模式呢你會看到喔 它呢幫你把這個影片呢切了四段 好四段呢一共有五個節點 每個節點你都可以調整它的速度 好譬如說一開始呢它是1的速度 接下來呢你希望它變慢 好變慢 好再來呢你希望它突然變快 好再誇張一點好了 然後呢你又希望它又變慢 然後又回到正常 差不多正常的速度 好那你這樣子呢在播的時候 我們來稍微預覽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片段呢 魚的游動速度突然變很快 然後有時候呢又變很慢 好這個就是用曲線的方式 來調整影片播放的速度 好那這個功能你學會了嗎 趕快來試試看喔 好